高雄市交通局今年首度补助计程车司机免费健康检查 名额限定800人可以申请价值6000元的全额补助健康检查项目 市议员郑梦露对这项措施表示肯定 认为计程车业者长期配合市府推动多元运具服务 对提升公共运输贡献良多 希望明年争取更多名额照顾小黄司机的健康 不论是晴雨天还是昼夜一年到头 总是可以看见计程车满街穿梭载客的忙碌景象 为了体恤计程车司机工作的辛劳 高雄市交通局今年首度办理为计程车司机健康检查 名额800位补助比例达到9.27% 比台北市的5%和新北市的7%都还高 市议员郑梦露对此表示肯定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在议会质询的时候 我又有提过 在高雄市跟我们的小黄司机 配合的业务非常多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透过小黄司机 他们的健康的一个标准 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样才可以服务我们的市民朋友 郑梦露进一步指出 高雄市为了拉抬公共运输和打造友善的交通服务 提出多元运具和交通接驳措施 计程车业者在其中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 希望市府多照顾司机的健康 才能保障乘客的安全和品质 因为其实不管是我们的观光 那或者是说我们的一些像身心障碍 或是偏远地区的接驳等等这些 我们都是必须配合就是我们的小黄司机 因为毕竟他们的弹性更高 那他们的机动性也高 那如果我们的成效好的话 其实都编列一些经费可以用在我们的市民朋友 那我们的司机大哥身上 根据统计高雄市目前约有八千多辆继承车 依照一车一驾驶的比例 今年只有补助八百名司机做健康检查 议员认为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八千多名的话我们只补助八百名 其实对我们来讲也是其实算蛮少的 所以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再多推广这一块 因为毕竟他们长期受到这种高压的工作 那工时又长 对身体总会出一点状况 所以我们希望说可以保障我们司机的安全 这次健康检查登记已经展开授旅 珍梦露也鼓励司机朋友在工作忙碌之余 关心自己的健康把握机会做检查 记者李江龙黄联军高雄报道 有没有高等公司